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冥想修行课程 题目是宽恕法则 上解课我们讲心经详解 还有一个尾没有解释完 我们继续讲解 我们讲了无苦及灭道 然后呢,我们解释了什么是苦 即灭道,这四圣地的具体含义 我们懂得了四圣地八正道 对于佛法来说,它是一个纲领 我们懂得苦,人间七苦 懂得了这苦来源于哪里 就是那个即 我们有苦,人生是苦的 那么它来源于我们的外界的一切事物的攀附 那么灭呢,自然 自然呢,就出来了 苦及灭道的灭呢 指的就是我们将所有向外的攀附 转向向内求 王阳明说的 一切内在本质具足不假外求 当我们转向内在的时候 才知道真我的存在 然后回到了真实的自己 回到了真正的自己的家园 你才能什么 这叫灭圣地 就是我们真正的 无限的源头 给我们的解脱的法门 道呢 就是八正道 就是我们前面的功课 我们后面要练习的那些功课 一定是要遵循 前面我们讲的理论 没有这些理论 这些功课 你练呢 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下面呢 讲 无智亦无德 以无所得故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没有所得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智慧 和任何知识 也就是本来 我们超越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我们不在三维世界里面 不以人的自然的思维 去思维的时候 我们就超越了 我们说 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超脱的观 那么超脱之后 就知道 我们手里的抓着的东西 不是我们得到的 一切都是梦中式 对吗 所以 我们呢 也没有什么智慧啊 或者是掌握了什么 这一切只是梦中的剧情而已 菩提萨多 以波罗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段话呢 菩提萨多指的是高智慧 的人们 解脱的 大众 大慈大悲的 这些 解脱的人们 这么我们说 因为有了这个无上的法门 所以呢 就会让我们去除了心里的执念 没有了挂碍 当我们去除了那个执念 当然心里就没有了挂碍 我们知道了 当我们超脱于幻象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每天 盈盈 狗狗 啊 每天 在恐惧里面 生活 下一句 很简单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 管我们的大众教颠倒众生 指的就是 颠倒就是你不懂 对错黑白 你不懂对错黑白 对吗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 学这个课程的时候 会有 大梦初醒的感觉 就是我们原来呀 认为的 正好跟真相相反 所以说远离颠倒梦想 所以 因为我们知道了 真相 所以就无有恐怖 我们人类呀 就两种情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爱 假我就是恐惧的 代言 假我是用恐惧来控制你的 你想想 我们人生 所有的 一切行为 思想 你的言行举止 全是因为恐惧 而我们真我 修行之后 他就是获得了爱 没有别的 其余的那些名词 对于情绪的描述 都是恐惧 要么就是爱 然后究竟灭盘 我们没有了烦恼 所以说 德大自在 然后下面这一段话呢 很简单 就是啊 就跟我平时 跟大家说那样 这个真的是真相 是无上的法门 是公开的秘密 是解脱的 唯一的机会 让我们什么 让我们要来 快来 练习吧 后面这段话 就是观音呢 发的一些感慨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这是超度一切的咒语 咒语就是 祝愿的意思啊 祈祷祝愿的意思 能解除一切痛苦 真实不虚 这是观音说的 我们人类的生死 恐惧 痛苦 能解除 然后真实不虚 这是 这个观音说 我可没说假话呀 确实是真的 所以我才跟你说 这个心经的法门 后面那句话就是说 这些咒语 就是在告诉你 宇宙的真相 去快去吧 去吧 我们走过的路 你再重新走一遍 你就什么 就打笔案了 我们让我们来欢呼 庆祝吧 后面这句话不用细解释 就是一些感慨 就是感叹的意思 这就是心经的解释 那么我们解释心经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 对于前面的功课的理论 有更加深入的认知 那今天的课程 题目叫宽恕法则 我们前面发了一个图片 就是霍金斯能量量表 想什么看一下 那个最底下 最低的能量是什么 是愧疚 当能量小于200的时候 你就会有病了 所有的疾病都来源于心理 潜意识层面 那么愧疚 为什么把愧疚 放在了最下面 因为它带给我们的毁灭 毁灭性的打击和创伤 是最严重的 宽恕 什么呢 什么是要宽恕呢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罪疚感 当我们宽恕了的时候 我们就获得了解脱 这个我们要详细来解释 我先来讲一下 刚才讲了半天没路上 继续 我刚才讲的能量量表 我们看一下霍金斯能量量表 我们从200的开始分水岭 200之上 都是有动力的 都是向上的箭头 从200之下 开始什么 有压力了 压力越向下越大 压力之下呢 是抗拒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 质量已经非常的不好了 就是这个活着没意思 没希望 然后死了 又没有勇气 这是我们下面这些 那我们对于常人来说 200以上的 如果你有这些特征的话 你会怎么样 活得非常的好 只要你自我肯定 你就在200之上 当你对自我怀疑 我们看一下 自我怀疑啊 反而是一种骄傲的外在表现 他藐视别人 狂妄自大 那么这些骄傲呢 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满意 所以呢 他不是肯定自己 所以骄傲和勇气 他是挨着的 但是他已经开始有了压力 下面呢 愤怒 欲望 恐惧 悲伤 冷淡 罪恶感 这是呢 大多数心里有问题的人 都会出现的 程度不同而已 只要200以下 我们就会有 身上就会有疾病 因为所有的疾病 都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我们的能量场 能量的层级 所以说健康啊 你想健康 你先得什么 疗愈自己 你的心里有疾病 你是无法健康的 因为我们科学家 物理科学家证实 我们这个身体啊 所有的固体 我们的身体就是固体嘛 所有的固体 都是旋转粒子组成的 那么既然身体 也是一种振动场 振动的模组 能量场 那么我们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就是在改变自己的能量场 但是呢 能量又是什么决定的呢 当然是由他的振频决定 我们不有那公式吗 常数乘以他的这个频率 等于他的能量 值 那也就是说 你的振频越高 能量越高 那我们的振频 那我们的振频有什么决定呢 就由我们的心态决定 你什么生命感觉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能量振频 所以说感受 感受就是振频的层级 你什么感受 决定你有多高的振频 然后振频呢 决定了你的能量场 所以说真我和假我 连接的唯一的媒介 就是情绪 情绪就是感受 情绪带来感受 感受 决定振频 的素质 然后呢 宇宙就会体验到你的感觉 然后他给你相应的振频 的人事物 所以我们了解 霍金斯能量量表非常重要 我们看着这个数字 触目惊心 那么 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说悲伤啊 欲望啊 冷淡啊 都会交替出现 带来我们说 时而震恨 时而渴望 吝啬 退缩 悲观 抱怨 绝望 绝望就是自我放弃了 然后呢 倒数第二个 是罪恶感 带来的情绪是自责 自我否定 最后的是羞愧 带来的是自闭 自我封闭 这两个我们要解释啊 倒数 一二三 非常恐惧啊 还好说 他呢 有外界的因素 有可能我们能够挣扎出来 但是到了倒数第三个第二个和第一个 这个呢 这就 没有帮忙的 没有外界的帮忙 我们很难走出来 从能量量表上看 羞愧 是最低能量的 这个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些的家人们一定会有意外 说愤怒才是吧 我觉得愤怒很吓人的 觉得这个悲伤痛苦啊 别伤害我了 我悲伤 我会那个很很痛苦 我现在就处于特别悲伤的状态 为什么是羞愧呢 我不觉得羞愧有多么 多么的可怕啊 这里的罪恶感和羞愧啊 是我们毁灭自己最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 恐惧和爱是人类情绪